提,提上去,提上去 那有人叫挑,挑上去,挑上去 所以名字不一樣,意思一樣 那挑上去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前面還是有起筆動作 你只要看到前面有個斜切的字口 這種斜切的動作 都是有起筆動作的 不是順風入直 那他注意什麼? 這個注意的方向就是 他是往上的,所以他的起筆動作 會剛好跟他相反 他往上他反的跟他 類似90度的意思 起筆動作,然後順勢跳上去 起筆動作,然後順勢跳上去 那有些人會把這一段留的長 有些人就切下去,直接往上逆上去 這一段就不見了 有些人會拉下來再拉出去一點 這一段就會出來 不同書法家有不同書法家寫字的方法 你自己想想看 然後推的時候要注意 推的時候不能按下去以後 就順勢就上去 這樣就變釘子了 這裡凹下去就不行 這表示力量突然放掉不行 力量要漸進式 什麼叫漸進呢? 從粗到細 從粗到細,這漸進式 他的寬度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越窄 這叫漸進式 所以你要訓練 再來,注意所有的挑提這個動作 它這個是有方向性的 這樣子過去跟這樣過去 這兩個的方向性不一樣 那你注意一下 提的動作通常某種程度會靠近 下一筆的前面起筆 某一種程度 不一定一定要對準 對準就很奇怪了 有時候是接近 那比如說我們寫字寫如 那如這一筆他挑比較平 為什麼? 因為這個我不拿起來 不拿起來 你可以發現他可以寫這裡 原來他這個方向是往這裡 所以你就不能在寫的時候 你不能就這樣挑上去 然後很高興的寫一個這個口 那你會發現他這個到天上去了 可是他從這裡起筆 這就不對了 所以提這個動作是有方向性的 通常會比較接近下一筆的起筆 就這樣 提 提的叫挑 前面還是要起筆動作 挑上去 這個挑真重 我都壓不太下去了 出到細 漸進式的 漸進然後慢慢從出到細 從出到細 好那我們來寫字試試看 這裡是挑一個物字 物字旁邊是牛布 牛布懶的鞋就這樣折進來就好了 不一定要再撇出去 這是一個很難寫的束縛 然後挑 這個挑通常有個斜度 會比較跟上面的橫畫平行 所以這個橫畫通常比較斜 當然不一定完全平行 有時候有角度上的問題 把它出到細 那這橫畫 這個折的又要斜的 斜進來 再勾上去 這是斜的 不要寫直的 小朋友都喜歡把這一束寫直的 看起來不好看 注意1 2 3 加上這4 這中間的間隔要差不多 所以一定要算好 不要寫完以後才發現來不及 好 折過去有點斜度 跳上去 然後再出到細 好 剛才講說 撇了以後 這些位置 橫畫細 折了以後 要往內 折進來 再跳上去 然後撇變細 注意這個間隔 在寫的時候 注意這個間隔要一致 下面這個字要自己來了 看一下相對位置 快要碰到橫畫 快要碰到這一畫 這邊伸的長長的拉到下面 超過這一條線 然後再跳上去 然後它的撇非常的長 折 往內縮 然後這一個 第一個筆畫有黏住 第二個筆畫沒有黏住 然後要注意這個間隔 間隔間隔間隔 如 如 左邊要表現這一個筆畫 所以這筆畫非常的長 那這個女就有點線縮 感覺斜的豎起來 深的比較短 就是這個比較最長 好 挑上來順便寫上 口 這口稍微壓扁一點 但口都不是正方形 都偏扁比較多 那我們來試看看下面這一個 按鈎 出到細 這裡都不要太長 因為旁邊有字 這筆畫也不用太長 為什麼 因為它這筆畫才真的要深長 那再寫口 遮 往內縮 最後再封好 好 下一個資料自己來了 看一下相對位置 出到細 扁 不要超過這裡 一人一半 有個弧度 這個深的倒數非常的長 然後口稍微降低 寫的比較扁 出到細 偏扁 如 我們介紹對鈴與背鈴 那對鈴與背鈴差別很大 差別很大 什麼意思 對鈴就是 我看了左邊的字寫到右邊 注意的是左邊的字寫到右邊 那為什麼要特意強調 因為很多人會把字帖放在這一邊 這樣是錯的 如果你把字帖放在這一邊寫 那你手剛好去對 擋到那個字 那我怎麼知道寫什麼字呢 很多人字帖都亂放 原則上放左邊就可以了 這叫對鈴 那有人習慣放上面 那你自己的習慣 我不管 那原則上我個人習慣 是左邊跟右邊這樣對鈴 這樣寫 我 後 顧 懷 這樣寫下來 那通常 對鈴 是基本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想要 讓自己稍微 豎成 所謂豎成就是 希望我不看他也寫得好 這時候你就要背鈴 背鈴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我 後 顧 懷 懷 然後寫完了 你就遮起來 或是把它蓋起來 然後再寫一次 這叫背鈴 可是一開始背鈴的時候 其實背不起來 因為要注意的東西太多了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一般對鈴比較簡單 背鈴的話 要背的話 比如說 我 後 顧 你可以三個字 我 後 顧 然後遮起來再寫一次 我 後 顧 一次先背三個 等利用能力的時候 才背一行 如果有人說 那我大概只能寫兩個 甚至寫第二個 就忘記第一個 這也有可能 那表示你能力不夠 原則上至少有兩個 三個啦 兩個 三個 能力好你可以背到後面 到時候你只要看到 他旁邊的事物 你就可以寫得出來的話 寫到八九不離十 那你背鈴的功力就很好了 那以後你就可以創作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都 第一階段是 背鈴 看著寫 第二階段是背鈴 背鈴就是背起來 不要看 然後就可以寫出來 第三階段就是創作 創作是給你一首詩 那你就用那個 之前學過 比如說寫歐陽璇的字體 用歐陽璇的字體 去寫一首唐詩 沒有任何東西給你看 那這是最後的創作 所以 大概分作是在三階段 那一般人 剛開始 對鈴 OK 背鈴還OK 創作其實最難的 那個真的要花點時間 好